只是說今天不知道 寫工作運比較好 你知道 你看我們都有默契 你剛剛在講那個 我剛剛也在想這則新聞 就是我昨天本來要去那裡玩的 我就是因為拆拉可能會很多人 結果現在證明我沒去是對了 我真的那樣操作 會變大怒神 那怎麼辦 對不對 我們講到剛剛講的工作運 在開工禮拜一的時候 大家心情都不好 我們才會叫它Blue Monday 工作運最旺的星座是摩羯座 摩羯座向來很能吃苦耐老 所以其實週日對週一 對摩羯座來說 感覺是比較平淡 差不多的 摩羯座開工要注意的是 長官助運 所以長官的這個話 對你通常都會有幫助 如果長官不講話怎麼辦 多聽前輩的話 哪怕是他跟你不同部門 哪怕是基本資歷都生於你 跟你講的話總是有好處 總是聽長官 聽長輩的話 收視對你的工作 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摩羯座多聽一點 別人的建言 但是如果說 想要有一些偏財運的話 誰會比較旺 講到今天財運 錢會入貸的當然最適合的 就是獅子座 獅子座財運非常旺 總之 假如今天你的工作 是跟這種業務行銷有關的 或是你自己開電腦 跟這種業績直直升 有非常大的關係 偏財 正財 雙旺的情況之下 投資跟正常你工作的財 都會非常的運氣 非常好 好好喔 偏財 正財 雙旺 我也好想要 不過有人就說 財其實跟桃花有關 跟人緣 今天桃花運最旺是誰 你知道最好的桃花一朵就夠 那一朵就留在你身邊 當男友或是老公 那其他的桃花 如果能把它變成財就非常好啦 桃花最旺的是天蠍座 天蠍今天在戶外桃花旺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下班 或者是休息的時間 即使是說下面下節 小雨也多往外面走 去運動 運動 什麼和平公園 騎騎腳踏車 人潮處總會有 這個默然回首的亮點 那我們要告訴大家 平常你在出門的時候 有很多顏色可以穿搭 像剛剛說的摩羯 獅子以及天蟹 分別的運勢的顏色是 米黑棕色 比如說有時候你出門像穿搭 像我很喜歡做各式各樣的穿搭 米色的圍巾 或是棕色的外套 米黑中一次都齊了 他剛剛這樣的一個穿搭方式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好好的想想說 今天要如何出門 給自己帶來好運了 要感謝安格斯囉 今天要講的是 2016年火象星座整體運勢 火象星座聽起來就好生氣 禮拜一早上 真的... 而且火象星座確實也是 12星座中脾氣最顯眼的 三個星座 所以他們明天運勢怎麼樣 趕快想安格斯告訴大家 好 那過幾天 就馬上就要請2016 2016我們首先從火象星座講起 我們來講的是整體運勢 首先提到的是牡羊座 牡羊座有三個關鍵詞 第一個 所謂的攻城掠地 所以你會知道說 打什麼戰爭就贏什麼 好像非常非常氣勢 很彷博的感覺 但是第二個詞就要注意了 叫做守成不易 如果之前有個電影叫投名狀 常常是這樣 打贏了下一個層 前一個層就丟了 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牡羊要特別注意就是 你前面有打了腎臟 但是你要停一點時間 去守著你前面的成績 不然這個東西會丟掉 所以這是要注意的地方 第三個關鍵詞是善用人脈 牡羊要特別要注意 人際經營這個關係 會對你很有幫助 這是牡羊要注意的三個關鍵詞 OK 接下來要講到 脾氣唯一能跟牡羊座PK的 那就是獅子座 獅子座也好愛生氣 對 牡羊座在塔羅牌之中 代表牠那張牌叫做皇帝 獅子不遑多讓萬獸之王 有三個關鍵詞 第一個 謀定而動 獅子千萬別急 不要有火象星座天生的個性 謀定而動情況的成功率 就不會提到高一點 第二個 還原盛極 也是提醒剛剛上面 這個謀定而動這個詞 就是你慢慢的走 後面的成績會出現的 不要擔心 第三個 工作擾愛 工作愛情很難並存 所以這個就要注意了 兩者選一 看得其中 只能選一個嗎 2016其實非常適合結婚 那麼當然獅子座 感情運本來就很好 但工作也很好 但是它真的沒有辦法 一心二用 所以獅子座的時候 可能在今年現在 進入2016之前 就好好的想一下了 但是還有一個射手呢 接下來講到這個 弘洋七座第三個 射手要注意三個詞 第一個 忙碌不停 射手真的沒有什麼喘息的時間 幾乎一到日常常都整個 那本來就衝衝衝對不對 對 那麼第二個要講到就是說 愛情幸福 既然忙碌也要顧好愛情 因為愛情這個隔壁 隔壁天天睡在你旁邊的這位 它對你的幫助會非常非常大 這是要注意的地方 第三個 桃花助運 怎麼回事呢 我剛剛才說你的伴侶 對你的幫助 桃花又是怎麼回事 是有說桃花運因為非常的旺 我們知道東方西方都說 桃花也代表財 把這些桃花 變成你能賺錢的對象 所以好好經營 比如說異性同事 異性客戶 你不要跟他談戀愛 但他可以變成你口袋裡的錢 所以這是火象星座的整體運 所以2016火象星座 其實整理來說看起來是不錯 只是說可能比較躁進的時候 要稍微緩一點點 好好的想清楚這要做什麼事情 2016就會非常旺囉 要謝謝安克思 謝謝